大家好,又到港元創的第四集,Joseph 今天我們很榮幸,又請到Spookywork的Eric 以及大爪作的Jeffrey上來介紹他們的作品 桌面上看到這個香港味,港味很濃,很壯,一個清朝的金屎 所以可以到處跳 Eric 的設計,讓他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還有一個Partner叫Stanley,其實是兩兄弟,我是哥哥 我們從小到大,七八十年代,都是看殭屍片大 自己都喜歡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看看想出一些可愛的公仔和靈異的東西融在一起 大家的效果如何 所以就生產了Zero 其實這個難度也很高,將一隻靈異的東西做到這麼可愛的感覺 其實我們自己很喜歡一些帥的東西 就像Pandex那些東西 就像Pandex那些 但我們畫不到 想畫得很帥,誰知道出來都是這麼可愛的 我一直都想做一些可愛的東西 各有各的難度或高超的技巧 但你的過程是怎樣創作的呢? 過程其實我們第一個產品是這隻 棺材 這也是很精彩的一隻 這隻是棺材的怪獸 是妖怪的,上色也很精彩 我們主要大部分產品都是自己上色 暫時都很少有工廠上色 我看到還有一些南瓜 是不是南瓜頭? 這隻是蒜頭 這隻是蒜頭 這隻是青梅,兩隻 這個產品我們多數都做一些疑似創作的東西 蒜頭和妖怪都有關係 是呀 即是薑絲是薑蒜頭 因為想看看能否做一些適合女生的東西 但其實出來的效果都不是太可愛 都很有趣的,都有它的風格 我覺得它的風格很特別 風格很特別 那接下來呢?有甚麼新的項目? 今次這個展我們會開到新模 都是做Zero這個角色,但會有些改良 分件會多了 顏色方面呢? 顏色方面想認識工廠上的 但未有樣子看 我們期待吧 期待吧 我介紹一下自己的品牌 剛才Joseph介紹過大爪座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養小龍蝦 小龍蝦就是鵝蝦 所以所有東西都跟這個爪、甲殼等有關 這隻公仔就叫做澳貓 澳貓也是跟蝦蝦有關 這裡我帶了一些澳貓系列上來 這些就是之前做過的一些不同的色切 例如這個是一隻錦麗的三色招財貓 這裡有一個一萬兩 好像是一個招財貓的顏色 即是鉗錢? 對,是鉗錢的 很多,是鉗錢用的 對,很熱頭的 大家可以買一隻鎮肘 應該會 除了金爪 還有這隻黑色的招財 這裡後面還有一個色葉草 寓意帶來幸運 每一次我們做澳貓的創作和色切的時候 都會跟一些刷牌合作 想了一個想法之後 然後再做一個色切 然後再給工廠生產 像這隻一樣 就跟米奇、Mike Brining合作 這個顏色就是它設定的 這個顏色很特別 對,是一個紅幻彩的顏色 是不是椰光? 椰光的 這個是椰光 運用了椰光素體 用透明油在上面上色 這個變成米奇其中一個 Signature的上色方法 很漂亮 對,很漂亮 設定很特別 貓和小龍蝦混合體 蝦味 對,這隻蝦 這隻蝦 又是蝦又是貓 這隻蝦其實就是我店舖的貓 即是我的寵物 因為我寵物有貓和澳蝦 所以將它融合一體 為何這麼喜歡蝦 其實小時候已經很喜歡水族生物 一直有養開 後來做冰冰設計 後來十多年前開始養蝦蝦 因為其實我都喜歡的 就像是完成了一個夢 然後搞了一間水族館 有水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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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近兩年就開始接觸了玩具 其實也喜歡玩具 所以將我的興趣衍生了玩具 全部都是興趣 水族館 是的 再衍生玩具 將你開心 就算做冰冰設計 也是自己的興趣之一 世上的興趣之一 莫過於將興趣變成自己的工作 因為投入會大一點 動力也會大一點 也會辛苦 但動力會像你們一樣 都是 開心的 開心的 前面還有一些 你們和Kaiju One合作的產品 這個系列比較爆笑 跟Kaiju One人間肺炎做Cross Over 剛好我的貓頭適合他肥佬的身 這個是癡汗嗎 是癡汗的身 出來的效果又不會價格不入 又非常搞笑 這隻第一隻是 大家都看到他這個咖啡貓頭 還有一個好像粵語蠶片的衣服 其實就是星爺的一套叫做破壞之禍 就是那個造型 就是你放下一個女生 做了第一個 我覺得很好笑 之後是Kaiju One的大老闆 不如繼續做這個系列 衍生了之後的Tiger Mars版本 也挺有趣 最精彩的是Thriller 對 那段影片很精彩 大家可能都看過他製作影片 他有變身的過程 如果未看過 可以回到Kaiju One的網站 可以回到Instagram 對 可以回到這段影片 非常過癮 這個也是比較搞笑的系列 像這隻一樣 這是一個聖誕怪貓 聖誕怪傑的造型 好精彩 好精彩 前面還有一些小一點的 小一點 小一點這套 這個盲盒是我有份參與的 其實這套盲盒有七個Designer 它叫做Seven Bubbles 當中有些香港的Designer 有些日本的Designer 例如Tuner Boy Tuner Boy 這個就是AJ 可能大家都會認識他 一個日本的很出名的Designer 他做一個吞拿魚父子 這隻沒有關係 這隻是吞拿魚 很可愛 小隻 小隻 嬰兒可以捧著吞拿魚 很有趣 他是兩父子 其中特別一點 他有這個 其實是一個女生 他穿波波點裙 這個就是Sing Sing Rabbit 其實是一個歌星 他去了日本發展的一個歌手 他有一個麥克風 給他 這個大家可能都會認得他 這個就是Philip的Design 這個卡食堂 一個電腦的Q版公仔 機械人 另外一個Designer 也是香港Designer Tommy 他做了一個BeeBeeBoo 他是一個很方形的頭套 然後還有兩隻 這個是太空貓 這是Danny Chang 的設計 還有一隻貓仔 還有一隻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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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太空窗 我看到你這隻好像有控制器 對 這個有一個遙控器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鐵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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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寶奇盒 他本身第一次做一個鐵盒 做一個盒盒 它有一個遙控器 其實他的意思是 這個是遙控鐵盒的機械 我看到很有趣 對 概念的延續 還有我這隻澳貓 做了一個潛水的澳貓造型 潛水版 那隻澳星人 澳星人就在頭盔頂上 澳貓就在裡面 現在的公司叫大爪作 大爪作其實有很多設計師會用到 這個就是和Sunny 波波魚 設計了這隻波波奧 也是有它的風格 可外系 這隻是第一隻的色切 其他像這隻 如果有釀開鹹水魚 就會認得這隻伊辛蝦 伊辛蝦 我有點印象 對 很夠小的樣子 會走到鰻魚的口 幫它清理牙齒 這個是夜光 這隻是未生產的 還有一隻有趣一點 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隻是玩一些疑似的 這隻是Sunny 新的設定 大家應該猜到 大家都猜到是什麼 來自什麼 對 挺有趣 一個金屬式的 來自誰的星雲 對 對 平時你們喜歡玩什麼 玩具方面 其實我玩很雜 小時候又喜歡玩 Lego 又喜歡玩出入金 又喜歡齊模型 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開心玩就行 特別對你們創作有影響的玩具 又沒有類似的玩具 特別印象 特別深刻 會令你們影響到 你今天的創作 反而未必只是玩具 可能是電影 小時候喜歡小魔怪 自不堡的電影 因為它很天馬行空 經典的小魔怪 對 很厲害 還記得嗎? 哪些東西不能做 12點 12點後不能吃東西 12點後不能吃東西 不能收水 忘記了鋼 哪些東西會把機器拿出來 碰水 記得 真的經典 真的經典 還有女主角鬼死那麼漂亮 有40年嗎?80年代中期 也有 沒有40年 也有30多年 那麼多人還這麼深刻印象 對 很經典 受電影和漫畫的影響都很大 Eric呢? 我主要都是西片和恐怖片 最深刻印象 這個是港產 林鄭英先生 林鄭英先生 其實那個年代的港產鬼片很厲害 很厲害 殭屍系列 我最記得你有沒有看過 那套叫做《凌晨晚餐》 鄭質事 這裡反而不是 可以看看 其實關朝聰做 鬼片 也是 講殭屍 講殭屍的? 西方殭屍 但是在香港發生 有朱寶爾做女主角 大家可以看看 這套恐怖片 其實沒什麼人說過 但是精彩的 是否有隻殭屍 最後是漲了那套? 不是 這隻殭屍到最後是 斬偷死的 是鄭德士做的? 不是 是人 是記者 那一殭屍屬於西洋殭屍 是鬼佬的 但是不要對白老成 出來便咬人 但是好看 是好看的 接下來呢? 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接下來 你先吧 你先吧 你有很多計劃的 你先 其實也會繼續做一些色設 以及會跟其他設計師做一些Cost-Over 好像和米奇會做一些 Migraining 會做一個機械人的設定 構思是一個奧星人 好像八爪魚般的奧星人 這隻奧星人去了一個江湖時代 令到一隻奧蝦變成一個魔法 變成一個無事的機械人 駕駛著它 即是穿越 是穿越 這個也挺有趣 現在正在生產中 應該是出到3D階段 那你期待做什麼? Hero呢? 我們接下來就忙著今次剪製的東西 會找其他設計師幫我們的C-O上色 以及開始繼續改良我們的C-O 因為其實每次做出來 都有一些位置不太滿意 我們就再做帽子再生產 今次剪製什麼時候? 4月 多少日? 9至11 9至11 沒錯 4月9至11 在D2Faceground的玩具收藏家販售展 四周年 想知道就是 今集第四集 接下來我們下一集 就是最後一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本土的設計 以及支持我們這個港版本土玩具的節目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是的 我們期待下一集 期待下一集 好 拜拜 拜拜